掌聲歡迎今天我們的嘉賓林欣彤 Hello 大家好 很開心 我都說真的很久沒有在電台上直接坐在那裡 這樣開心很多 因為在宣傳期的時間 如果每次都通過電話 可能受訪者或者大家見不到你的樣子 都沒有那麼投入那個訪問 感覺很不同 其實我們差不多整個疫情中 都沒見過林欣彤的出現 疫情期間在家裡甚至在自己的生活上有什麼改變 多了很多時間陪伴家人 這是我叫自己放大的好處 因為坦白說有一段時間 初初的時間 可能頭兩個月都沒什麼工作 開始很擔心 也覺得自己這麼少工作 是不是很浪費時間 在浪費人生 雖然在家裡也有繼續練歌 又或者聽到不同的音樂 也想增值自己 但是始終沒有工作 就覺得好像沒有開展自己的工作 那怎麼辦呢 但是就開始 我之前也承認自己是 一個少一點經營自己的社交平台的人 小鋪圖 現在就慢慢建立得多一點 因為真的這樣才和大家互動到 但是以前不是這麼熱衷去做社交平台的事情 雜時間自己去參與的時候 路向或者自己選擇材料方面會不會都有些困難 其實我之前很少 因為我是一個很少什麼都很想高調分享的人 我身邊有些朋友 就算他不是做藝術 他很喜歡鋪圖 吃個叉燒飯也有型 但我不是的 我是很喜歡自己很安靜地享受 就很少拍照 就是我自己做很多事情都是 很少會拍下來 但是現在多了我就發現 其實也有好處 有時候滿滿地 可能看以前的舊照 也會多看很多回憶 原來有很多東西 如果你不拍下來 可能你自己也忘記了 自己多了一個習慣 就是記錄下很多東西 你現在拍下來最多是什麼 可能煮東西吃 在家裏做運動 還是自己彈琴的時候呢 我之前也有自己自彈自唱 上網 現在可能是跟朋友的聚會 也可能多了拍照 或者自己吃東西 或者很無聊的東西 也拍一下 我真的有些小狗 之前我譬如想 有時候說起小狗跟身邊的人 然後就想給朋友看看 我的小狗以前是怎樣的樣子 我發現這麼少想的 糟了 我原來沒什麼拍照 現在可能會多一點 粉絲最開心 因為可以多一點看到你發生什麼事 尤其是疫情期間 在剛剛兩個月前 7月的時候 你就踏入生日 轉字頭 是啊 我沒什麼提 看不出你的樣子 這麼年輕 已經80歲了 我以為是19轉20 我以為是79轉80 是嗎 是啊 其實是69轉70 什麼都好啦 你之前就說還沒接受到 今天接受了沒有 都接受了 沒什麼感覺 我連出帖都沒有說 很多人都說 很多感想 29加1 什麼30 29加1 沒錯 29加1 今天我都沒什麼打這些東西 因為我覺得其實都是一個數字 因為你的樣子都不像 什麼所謂 你都是十幾歲的樣子 真的嗎 真的嗎 陳先生你的皮膚 哎呀 真是 真是 多謝祥師兄 怎麼做了帖子 真的 但是在今年的年頭 看到林仁彤有個難題 因為都要遇到一個所謂的疾病 就叫做 Eating Disorder 我想還沒去到確診 要看醫生 但是我看營養師的時候 他就說我其實有了 應該是在開始 Eating Disorder 其實有什麼病徵 怎樣才算是Disorder 其中有一件事 就是我吃也覺得不飽 我已經開始了二十幾年了 我二十幾歲以來都覺得是這樣 尤其是吃自助餐的時候 最想就是這樣 吃醉也覺得不飽 但是我是不尋常 就算吃到頂上喉嚨 我都很想吃 我停不住 我其實是很飽 其實是身體 但是我心理很餓 我覺得是自己失控 很瘋 這個是會不會跟自己的精神狀態 也有掛勾 我懷疑可能是 可能 我又覺得自己可能是 太當吃東西是一種壓力 輸壓 又或者是一種發洩 我不知道 我覺得可能我過分養大了那種慾望 但是經歷過這樣 再去看營養師 有個人看著是比較容易改的 對我來說 當然 那時候的食物 你對於什麼食物是完全沒有抗拒能力的 很多都是 總之放在我面前 就可以了 我就會很想吃 無論是碳水化合物還是肉類還是菜都可以 水果蛋糕什麼都是 總之你放在我面前 我以前覺得不是真的這麼好吃的東西 我都很有興趣吃 所以給我吃東西我就會很想吃 這些就是百分百的素食者 是不是 素食 素食 整張桌裡面的食物都要素食到口 有一次嚴重到 我們十多個朋友一起吃飯 那一定有個哥哥在這裡 哥哥是什麼哥哥 許廷鏗 什麼哥哥 你叫他哥哥 叫他哥哥 我們叫了那些到會 一大盆一大盆的 然後我就吃到某一個位置 我就知道自己是不停的 然後我就跟我的朋友說 按住我 我現在吃完這一片多士 你可不可以看著如果我再吃 不要讓我吃 然後我真的吃完那片多士 然後我就跟自己說 好了夠了 林欣和你吃完了 你吃夠了 太多了 OK 但過了差不多十分鐘 餓了 我拿東西吃了 手不聽話 然後我的朋友就說 你不要吃了 然後我有點想發脾氣 我心痛 我真的很想吃 我說你讓我吃完這一塊 然後他們就說 不是 是你叫我們叫你不要吃 你忘記了你曾經說過這句話 我記得 但我控制不了 但是最後沒有吃到 OK 但我很失落 可能跟心理的元素都有關 是啊 那到最後 譬如營養師 又給你了什麼建議 令你把這件事情可以征服呢 其中一件事 他都有教我怎樣想 在吃東西的時候 我自己都有去調整自己 譬如他教我想的就是 你想想 譬如我吃一隻雞蛋 你想想他怎樣來 你想想他在哪裏 一隻雞還是鮮還是蛋 在雞的哪個肥地方走出來 還有你感覺一下 你吃的時候 你放多點感覺在你嘴巴著 然後你感覺一下食物去到哪裏 你吞了之後 這件事對我來說有些幫助 因為我覺得我吃的時候 我只是著重於 我口腔的味蕾 在味蕾 然後我只是覺得 很好吃 這個很好吃 這個是什麼味 那個是什麼味 我完全沒有感受到 它落了我的身體 哦 然後他這樣跟我說 我好像 實在了一點 對於吃東西 我就感受 它入了我的身體 其實我是有 在餵飽自己 不是瘋狂於味蕾 把觀感放大 然後你就知道自己夠了 這些就是營養師有跟我說的 我自己跟自己說的就是 其實 報食是不對的 我們吃東西 都市人是 尤其是香港人 有什麼都可以吃 什麼菜都有 很近 很容易找到 但是其實我們吃東西的原因 是因為我們需要能量 不是在這裡享受 不是那麼奢侈 因為這個世界 很多人沒有東西吃 都在這裡享受 要不見 但是我們要不要 我們要不要 我們要不要